還有哪一些事情 會讓人真的大崩潰 還有哪些事 兄兄 天氣不好 因為我阿嬤就年紀比較大 所以我就是會盡可能 如果有時間陪伴她 我就會安排一些行程 因為我阿嬤很喜歡出去看花 然後我記得那一次 就是也是有一個連假 然後我就安排了 去彰化看花的行程 因為我阿嬤是彰化人 結果 可是因為我又不想 因為你知道年紀 到了一定的年紀之後的那種 老人家會很像小孩 會有小孩 你不帶她去她會不開心 對 會鬧 所以我還是大概大家去看了一下 我就安排了一些什麼 小動物 看動物的行程 或是什麼 但我阿嬤就沒有很開心 因為動物又人幾人 牠也沒有很喜歡動物 然後又 然後就一路都是抱怨 然後就不開心 然後後來又感冒 然後就被我媽罵 因為我媽就說 什麼的 妳媽那麼兇狐 對 有一次帶女兒也是去看花 是 花粉的 花好看喔 花花女兒就很開心 看到花盛開這樣子 回家媽媽問女兒說 爸爸帶我去看花花 你根本沒事 你怎麼還在家啊 你老婆這個事兒還沒過去嗎 這個事兒你老婆還沒過去嗎 什麼沒過去 一直都沒過去 對 所以她那邊鬼鬼叫 你亂去吧 她亂講一通 我那麼奇妙 所以他們家都不能看花 沒有 沒有 去墾丁下雨 離開時出太陽 對 有一次喔 而且這一次我超級無敵的生氣 我跟我的姐妹套 我姐妹套就常常就會 跟玉琳哥一樣 每次看到我就說 妳要穿長裙啦 妳有沒有那種稍微短一點的 然後拍漂亮的一些 比較辣妹的照片 我說可是我不是那種型的 可是姐妹套有一次跟我說 朱海君 妳不是要安排去墾丁玩嗎 我跟妳講 妳買一套泳裝 連身的也沒有關係 妳只要穿了 然後去墾丁 給我拍一張漂亮的照片 回來我就包紅包給妳 不管多少我聽了 我就快樂 我就去買我人生當中 第一件泳裝 你知道嗎 而且我還是買好的 而且是為了拍照 不是游泳 連身的嗎 連身的 她說連身的也沒有關係 不用這樣扮幾個 像比丘妮那樣子的嗎 你總共拍了幾張 我總共零張都沒有 一張都沒有 因為 好慘喔 老天爺都不允許妳穿 可惡 對 老天爺都不允許妳穿 然後呢 更氣人的是 好啦 那就下雨 然後就沒辦法了 然後算了 紅包也沒有了 要回家了 回家的時候 一上車的時候 出了那個墾丁 大家就知道 那太陽 嗨 太陽好了 妳有事嗎 那妳趕快把衣服換上去 不行啦 妳現在要去前面找一顆樹 在樹下就拍啦 不要走 連路折返 對 在路上就換 對啊 妳在車上就應該先脫了 那個不適合啦 對啦 那龍龍妳是生病喔 對 我覺得連家生病 真的很倒楣耶 我記得我元旦那時候放假之後 去看五月天的演唱會 然後在桃園棒球場 然後就很開心 十二月 一月一號的時候去看 看完之後 我隔天就是放假 一月二號 我整個睡了一整天 因為我就著涼 然後我整個大感冒 然後大發燒 對 然後那時候就是 還跟朋友約什麼 就全部取消 其實放假真的 對媽媽來說真的是夢魘 尤其我老二啊 每次不知道為什麼 不管多早睡 多晚睡 就是六點半就起來了 然後行程 所以放假就是六點半 行程就開始了 我開始陪玩 然後收玩具 一整天餵吃飯這些 不打緊 有一次放假的時候 一樣 本來都可以帶到公園去 跑跑跳跳 消耗體力嘛 結果台北下雨 就只好關在家 關在家怎麼辦 所以我就 你知道我跳舞 光是跳現在越南神曲 那個叮叮咚 我跳了一個半小時 真的 好想看喔 陪跳耶 真的好累 然後陪跳完之後 還不放過我 還說媽媽我想要唱歌 然後像Baby Shark有沒有 Baby Shark就是一直 連播這樣播一個小時 聽了 真的很害怕 而且我有兩個 老大聽完就算了 老二現在他也要聽了 但是我告訴妳 這些很快都會過去 妳想問我小時候 帶他們玩什麼 我已經不太記得了 忘記了 對 真的 我有一次是睡午覺 他們兩個在吵 我非常的生氣 然後我就說 你敢講 這麼吵的小孩 你們不配擁有 我這麼好的母親 哇 好嚴厲喔 好嚴厲喔 好重的喔 好重的喔 不管他去死的 會怎樣 你如果他將來出社會 要遇到多少難聽的話 當然在家裡要先練好 對不對 那在家裡都不敢 跟他講真話 世界是美好的 他出去撞死 我跟妳講 不是嘛 因為他會被那些飛刀 言語的對不對 對 真的 還吵嗎 不會了 我們不會吵了 這樣 天啊 我不擁有 我這麼好的母親 這句話可以學 對 真的 但是有時候 你們覺得你小孩這樣 沒有 可是我跟你講 我這個人就是 也是畫就是 畫感的畫 我也沒有要那麼負責任 有時候他們好到我說 我真的覺得 我不敢相信 我憑什麼 可以擁有你們這麼好的孩子 你真的 變化好快 對 我有時候 他表現好的時候 我會這樣講 我說我覺得 我快配不上你們了 然後他本來就 驕傲 有成就感 對 那句話邏輯很好用 你回去跟Lok講看看 對啊 你不配用我這麼好的老公 你配不上擁有我這麼好的老婆 你怎麼不然就跟你老婆講 我不是 週假前一天晚上 你會怎樣 A 躁鬱症發錯 感冒上升 B 熬練享受到最後一刻 來 A還是B 請選擇 好 雅珠 週假前 因為我最討厭對鬧鐘這件事情 如果前一天要對鬧鐘的話 假設五點 你又... 因為我會往前推 我想說至少要睡滿八小時 所以就往前推 如果四點要起來的話 好 那這樣 九點一定要躺在床上 所以九點睡得著 不可能 所以好 然後翻來翻去 不可能睡得著 然後想說 吃個在意激素好了 然後吃 好像精神又更好了 然後真的不行... 想說那要吃安眠藥嗎 然後就糾結... 然後就四點了 四點 還睡不著 就啊 然後終於睡著了 不是 三點 三點終於要睡著了 然後我對五點鬧鐘 四點五時 眼睛自己醒來 就是很焦慮 然後 跟我想說才睡一個半小時 我隔天死定了 結果一去上班就好了 精神又來了 就是這樣 對 我也是焦慮的那一種 就像比如說放完假 就是前一天 我會很焦慮 我明天到了現場 然後要穿什麼衣服 然後那個製作單位 有沒有特地說 要避開什麼什麼顏色 或者是什麼 形狀款式的 我很在意 然後 我的妝髮 經紀人幫我發好了沒 然後我時間 比如說十二點 十二點是到現場 還是十二點出門 還是十二點來裝訪 我就是 會被這個時間 搞得腦袋開始壞掉 那是笑的 然後我就打給經紀人 要確認這個事情 我就會先 他可能手邊在忙 然後沒有回 沒有回我更焦慮 為什麼沒有讀我的訊息 我就用打電話的 怎麼沒有接 打這個經紀人不行 那打第二號經紀人 怎麼第二號沒有接 第三號沒有接 天啊 我乾脆打公司的 那個分機 天啊 我說我們要穿什麼 就是焦慮到 我會往個店烤鴨這樣 對啦 害個狗的 不是 妳就是烤鴨 妳就是買烤鴨車了啦 你知道喔 那熊熊呢 放假的時候 就是很習慣熬夜 可能都要天亮才睡 所以呢 明天要上班了 就會覺得說 然後我會累到 眼睛已經這樣子囉 然後還拿著手機 在那邊追劇這樣 已經這樣 已經快要睡著 然後隔天起來就會發現 我拿著手機這樣子 睡醒 然後就起來 就趕快去弄 弄一弄了這樣子 那個捨不得睡這件事情 美人姐也有專精的研究 不覺得夜晚時真的很美好嗎 它這個不是放假而已 而且是平常就會有 對 真的 我跟熊熊一樣 就是常常就是會拿手機 然後就瞇到半夜 然後早上起來 有手機就沒電了 對 然後或是半夜不睡覺 然後就是一直要 瞇一些上夜班的朋友 欸 行的 陪我聊天 陪我聊天 我跟你講 最可愛的是呢 我們這一群朋友呢 每天早上都會後悔 對 然後會告訴自己 下次不要那樣 沒有什麼下次 今天晚上一定要早睡 它有一個專有名詞 就其實2014年以來就研發出來 叫做 暴復性睡前拖延症 喔 為什麼呢 它就是因為白天呢 我把我的身心靈都賣給公司了 對 只有這個時候是我的 自由可支配的時間 所以這個時候我如果拿來睡眠 會覺得很浪費 我自己的自由時間是不夠的 所以它會一直拼 那拼到最後一刻 明明是睡前只剩兩個小時 不 我是我自己的主人 我覺得它會延長到四個小時 咱不睡 對不對 反正你將來 感覺超痛苦 反正你將來 有一天 大家都要睡啊 好 而且會一睡不起啊 大家都要睡 先樂後哭啦 就是有一種 它這個專有名詞 暴復性 睡前拖延症 所以各位 不要 你最後會報復到 你自己的身體 而且很不能理解我老婆說 帶小孩多辛苦 那你陪小孩睡 為什麼你又不睡 然後看手機 看到半夜兩點 我說你不是說帶小孩很辛苦 幹嘛要再花手機 他說對啊 帶小孩很辛苦啊 好 不論現在只我自己的時間 我不能玩 我白天要管小的 還要管老的 我現在 他老公也不能吃我 我跟你講很多媽媽也是這樣 那個小孩睡著 老公不吵你對不對 那個時刻很重要 真的 這個時候一定要發狠的 抱我這個獨立 睡前什麼 拖延的 拖延的 這個很重要 來 我們看一下KOL的看法 收假前一天的晚上 你會如何呢 聽聽KOL怎麼說 像在之前 疫情開始之前 某一次的連假 也是在最後一天了 然後我身邊的朋友 包括我老公 他們其實都已經在為 隔天的工作做安排 但是我做鬼也不會放過他們 我還是召集大家來我家 吃火鍋 然後玩狼龍殺 玩到凌晨這樣子 大家想說 時間好像差不多可以回家了 我說不 我們現在集體出發 去西子灣看日出 然後其實到最後 我朋友都很害怕 我連假會約他們 但是我還是覺得說 既然都放假了 我們一定要玩到最後一刻 對不對 那這一題呢 我會選擇 逼大學的時候 就是收假前一天 就一定要揪朋友出去吃飯 如果真的約不到人 自己也可以 看漫畫 我就一定會 找事情來做 就是不想要浪費這個價錢 根據調查 多數KOL投票給了逼 熬夜享受到最後一刻 得票比例78% 你覺得正常嗎 好的 非常明顯 選A 不正常 來 來 還是什麼意思 再貼 再貼 我怕熱 我容易 我怕熱 我怕熱 我要換泳裝了 換泳裝 換泳裝 對 下次我 我不想再看你 我想看到你 我想要看到你 好 好 喔 要哭啦 看到你要更新 就是現在 脫胖 就站在這裡 你腹勾公公的手 走路正常嗎 假設我有媳婦了 我是OK的 你 好 小姐不吸地 24小時不斷線 搶檔綜藝節目 熱映中搜尋 東森娛樂台 如果有人喜歡我們的討論 那就快訂閱我們的 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的最新影片 那還想看其他更多影片 那就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8月1日起 週一至週五晚間9點 請鎖定 我就問你正常嗎